到62年,63年,那是1880年以来最特大的旱灾 香港呢,就没水了 四天才供水四个小时 一到时期你就很早就把那个能装水的容器里都拿出来 有大的有小的都拿出来 那天就不要说洗澡啊,真是很少水啊 真是非常真实,我是顺利其境的 回忆起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水荒 年过八旬的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袁武仍历历在目 他介绍说,香港三面环海,地下水资源缺乏 历史上就饱受淡水资源齐缺的困扰 为协助解决香港的用水问题 1959年9月,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新建深圳水库 从1961年2月起,每年向香港供水2270万立方米 1962年,香港大旱,百姓苦不堪言 港英政府只得通过香港中华总商会和香港九龙工会联合会 向内地发出求援信号 在这么困难的时候 我们中华总商会连同工联会写了信给广东省 就希望广东省对我们香港有点制作 东江的水怎么来制作我们香港解决用水的问题 周总理称之批的把东江的水引到香港来 在两地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1964年2月20日,东升供水工程正式动工兴建 北起东莞桥头镇东江河畔 南至于香港只有一桥之隔的深圳河边 全长83公里 当年,一句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 是建设者大写在山坡上的口号 也是彼时饮水之间的真实写照 因为他从低的一级一级 出了山上,站在这儿流着深圳水库 所以在东江之水,越山来 1963年我们国家也是自然灾害以后 经济也不好 在这么困难的时候 也给了3800万人民币 动员了好几万人了 上会有会长带头 还有我们的会员动员他们到工地区 义务劳动 每个月都去 63年开始批 64年2月份动工 65年就解决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中华总商会 就是跟内地沟通最多的商会 1965年3月1日 香港正式开始接获东江水 依照协定 每年由东江接得水量至少为6820万立方米 是香港所有水塘蓄水量的一倍 从此满载深情厚意的东江之水越山而来 流向了香港的每一间工厂和人家 也推动了香港工业的崛起与发展 有一部电影叫 吃十二家房客 我们香港人一家八口就住在一庄一个厂上 经济是落后的 但现在经过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香港才慢慢慢慢发展起来 吃水是一部分 但是你要发展工业 都要用大量的水 你没有水的话 没办法生产 所以水对工业的发展也非常重要 有了东江水的滋养 香港逐步摆脱了缺水之苦 随着经济的腾飞 香港对水量和水质的要求逐年提高 为保障对岗供水 东深工程多次扩建 年供水量从最初的0.68亿立方米 提升至17.43亿立方米 此外 工程还配套科学的管理制度 切实保障水质安全 东江那个远岸 为了保持那个水的优质 那个河的两岸都不能有污染的工业 也不能有那个污染的树木业 沿途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个丰安支队 天台来选择 保证我们香港用水安全 到现在为止 我们香港居民还享受着 我们这个东江的干净的水 从来没有缺